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 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同学务必记得帮杰帅一个忙 请记得帮杰帅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有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同学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那要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 右下角这边有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同学动动你们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把它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节目分享出去 好的 今天是4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4月1号 这个台北股市并没有开玩笑 不是愚人节 开低之后 竟然杀低之后 然后再反弹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个4月起始今天的行情变化 首先今天4月起始跳空开低168点 开在哪里 17466 开完盘之后 他再杀一段 杀到今天的最低点 17414 也就是说开盘之后 他再往下杀几点 杀了50几点 52点 往下杀了52点之后 接着出现一段反弹的行情 最高反弹到17567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反弹的幅度还蛮大的 有153点的行情 那当然了 接下来就要放4天的连续假期 4月2号 3号 4号 5号 这连续4天的假期 结束之后 投资朋友一定对于大盘充满了很多的疑惑 到底这个大盘在这个地方 它会涨上去 还是在清明之后会跌下来 很多投资朋友对于这个问题 都非常的好奇 也很想知道答案 那在这个地方 到底哪一个答案 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 我想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会透过这个大盘的现行 来跟大家报告 接下来大盘可能会出现的局面 那以及今天这个行情 到底要怎么操作 才能够把这个行情变成钞票 我想这个牵扯到两个技巧 首先第一个技巧 就是今天开盘的时候 可不可以做空 其实今天开盘还是可以做空 为什么 因为它还是往下杀了50点 但是今天开盘这个做空之后 来到这个低档地区 你要用什么方法 知道说这个17414 是今天的绝佳进场的买点 这个就是需要技巧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 你就可以找得到抓得到的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运用技术分析的话 我想你要抓到今天这个转折低点 其实真的一点难度都没有 甚至于如果你在昨天有看我节目的话 你如果有印象的话 你今天应该会在17414附近 会勇敢的进场做多 那到底我昨天讲了什么 为什么今天这个17414 这么精准的就被我讲中了 我等一下会复习 我昨天跟你讲过的事情 好 那当然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整个大盘 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出现之后 到底我们该注意哪些事项 我们就不要讲太多了 先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线形图 我讲过了每天 在一开盘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大盘的整个线形图 把它抓下来 各位包含这个MACD指标 还有KD指标 我都会把它抓下来 因为我认为这样看盘会比较客观 有MACD跟KD指标当作辅助工具 再加上五条线 来让我判断大盘的位阶 我认为这样子会对 会让我的操作的胜率提高到 七成八成以上 那哪五条线呢 分别是五日均线 然后再来是月线 然后再来季线 半年线跟年线 那我也讲过一件事情 开盘的D跟K棒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判断位阶的话 就一定要先看一条线 那叫什么 五日均线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开盘的时候 K棒位置在这里 请导播拉近一下 这一根黑黑长长的K棒 请再拉近一下 这一根让投资朋友看个清楚 这一根K棒今天开盘的时候 他就直接开低 而且在哪里 在五日均线的下方 所以这个地方 基本上今天一开盘 你就知道是空方控盘 但是今天为什么跌到 17414就跌不下去 我们来看说明 加权指数今天开低36点 而且开在五日均线之下 我有没有告诉过大家 只要开在五日均线之下 今天的当冲短线 就是属于空方控盘 这个我已经有教过大家 对不对 但是老师 今天空方控盘 为什么期货只有跌到17414就跌不下去了 来 原因就在这里 四月起始今天开低168点 而且他爆量2000口以上 我等一下会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四月起始的一个走势图 所以今天开盘能不能空 可以空 但是你只能够短空应对 也就是说今天开盘价 17多少 17466 如果你要放空的话 只能做短空 因为一开盘就已经开低168点 而且爆量2000口以上 所以你只能够短空应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MACD指标的一个变化 这个底下 第二个 这个地方是MACD的指标 我们再来看一下 MACD的柱状体 它仍然在零轴之上 我讲过了 MACD的柱状体在零轴之上 它就是红色的 那但是 这个在零轴之上 它已经慢慢的向零轴 那边收敛了 像零轴收敛 代表说 它很有机会走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今天这个下沙之后 它很有可能会呈现一个整理盘 那你再看一下 DIF跟MACD DIF跟MAC已经开始下弯了 各位今天下跌之后 它又开始下弯 这两条线 几乎快要形成一个所谓的死亡交叉 它会慢慢的靠近 如果这个红色柱状体 一直向零轴慢慢收敛的话 那这个就会慢慢的下弯 下弯到最后 它就会形成一个死亡交叉 所以多方力道在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递减了 这个地方投资朋友一定要注意 多方力道已经开始递减了 好 那KD指标的部分的话 我在前一阵子 我告诉大家 它已经在80的超买区了 结果今天是不是真的跌下来给你看 没有错吧 我说在这个高档地区 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80以上 就是一个所谓的超买区 那今天开盘下弯 跌破80的超买区 大盘下个礼拜 你说这个清明节的假期 结束之后 会呈现什么行情 我告诉大家 机会最大的就有可能陷入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也就是说 它可能会形成一个上冲下行的整理盘 你说涨的话 也涨不动 跌的话也跌不深 那当然会形成一个所谓的相形整理 那这个相形整理的话 压力一样 我们来观察上面这条线 这条线叫什么线 整个网上照一下 这条线叫做季线 这个季线的反压其实还蛮重的 因为连碰都碰不到 那这个季线的位置在哪里 在17800点这附近 这个叫季线反压 那支撑呢 我们就先看这条年线 这个年线的位置 大概在17200点附近 所以如果说 它陷入这个相形整理的话 上面这里是压力 下面这里是支撑 来我们看底下的说明 压力你就观察这个季线 压力就观察季线的一个反压 17800 那支撑你就观察年线的17200 那今天为什么会跌下来 整个可以拉远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叫超买区 我有没有警告过大家 有没有跟大家预告过 有 我说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头部 为什么呢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18619 这个是台北股市 有史以来的历史最高点 对不对 那当时在这个18619的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这KD指标在哪里 老师真的 在80以上 所以他是不是跌下来 他是不是跌下来 那跌下来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一个超跌区 是不是跌破了20 跌破20这个地方 是不是反弹上去 有没有 很精准啊 各位 这个KD指标真的很好用 你可以好好运用一下 这个地方跌破20之后 来到了超卖区 超卖区这个地方 你去做多 基本上这一段 弹上来 一两千多点 跑不掉 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为什么不能再买了 各位看到 又再出现80以上的超卖区 这个地方又形成了第二次的头部 也就是说这里有个M头 这里再形成了一个M头 各位非常清楚 对不对 然后跌下来之后 这个地方 打了几次脚之后 来到了这个20以下的超卖区 基本上打底成功之后 来到一万六千七之后 他又反弹上来 现在反弹到这个地方 叫做怎样 超卖区80以上 你们看到 这里有个M头就出现了 所以我说 他很有可能向下修正 我并不是第一天告诉你 我早就有告诉你了 好 所以在今天这个跌下来 其实一点都不需要意外 因为如果你有看我的节目的话 包含前几集的节目 我一旦告诉大家 这里是80的超卖区 要特别的留意高档 高档的一个回档的一个卖压 我还告诉大家 卖压有两种形态 一个叫解套卖压 一个叫获利卖压 昨天才讲而已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期 我刚刚有在那边讲 今天开低168点 整个跳空开低168点 爆量两千口以上 为什么只能短空应对 来我们看一下 我一定有教过大家 只要跳空开低爆量 它基本上就是低档有限 那请拉近一下 今天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17414 为什么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这个地方开低爆量 这个叫两千口 开低爆量两千口以上 这个低档有限 所以基本上今天开低之后 可不可以空 可以空 但是我刚刚讲了 只能干什么 只能够短空应对 只能短空应对 来到17414之后 你就要把空单补掉 因为这个地方又再度爆量 有没有看到 两千口 两千口就是一个爆量的警讯 这个地方第一档爆量 它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抄底位置 好 那为什么刚刚好 来到17414这附近呢 各位昨天 我其实就有跟大家讲过了 我讲过什么 来你看 这昨天3月31号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昨天节目讲的话 我昨天节目才讲 我说 多方趋势尚未改变 逢拉回到月线 17414 有没有看到 可以布局多单 所以你看 这个昨天才预告了 今天它拉回到174 如果你还去追控的话 你就真的应该要打屁股了 因为在昨天这个地方 我已经告诉大家 逢拉回到月线 174 可以布局多单 你可以去看我昨天的节目 我的节目不会删 我的节目真的不会删 都讲在前面 所以说亲爱的同学 我讲过了 有功夫就有财富 今天如果你有看懂我的节目 你有认真听我的话 来 昨天我就讲 174可以布局多单 对不对 那甚至于会告诉大家 看盘看盘 看盘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看指数的 涨涨跌跌 上上下下 你这样看盘的话 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的 你要看什么 来 第一个 加权指数开盘的位阶 你来看一下 昨天这个地方 来 我告诉大家说 只要扣底 来 请拉近 这个地方 拜托拉近 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 这条线 这条叫月线 我昨天告诉大家什么 这个地方 我有说明 只要拉回到月线 174 你就可以布局多单 我们看一下今天 今天这一根 K棒 其实真的很巧 你看一下 这个开盘之后开低 他直接先扣底到这条月线 有没有 刚才好 真的就拉了 真的 起手 不会拉了 就来到这个月线的支撑之后 他就整个大反弹上去 所以昨天讲的话 如果你有听进去的话 来到17400附近 你是不是可以布局多单 没有错吧 1740可以布局多单 所以你看 加权指数的开盘位阶 跟五日均线 月线季线 关系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每天关盘的一个重点 那今天开始期开低爆量 2000口以上 有没有很重要 很重要 我说了跳空开低爆量 尤其是跳空开低100点以上 或跳空开高100点以上 你都一定要注意他的成交量 有没有爆量 如果开低爆量的话 基本上低档就有限 你要做空的话 只能够短空应对 如果开高爆量2000口以上的话 你想要去做多的话 基本上只能够短多应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 所以看盘是要看这个东西 不是看指数涨涨跌跌 然后在那边用感觉 感觉好像要上去我来做多 感觉好像要下来我来放空 这样子的做法跟赌行情 没有什么两样 我讲过了 你的胜率只有五成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你看懂了这些东西 比如说加权指数开盘位阶 开盘的成交量 以及MACD来研判大盘趋势 甚至KD指标研判大盘的形态 你都可以掌握到很高的胜率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 今天我要教大家很多东西 我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是高档 你怎么看 来到这里谁会认为是高档 没有人认为是高档 很多人在这里买股票 那这里能不能买股票 不可以买 这已经80超买区了 这里怎么会去买股票 所以18619 很多老师还在那边喊多 我不晓得在喊什么东西 连最基本的技术分析都没有学会 就在那边乱喊一通 为了就是这样 招收会员 为了就是这样 赚这种没有良心的钱 所以这个很多股票的分析师 真的是怎样 不学无数 我真的想要批评这些老师 来到这么高的地方 怎么会叫会员去买股票 这里出现什么 超买区 很简单 这里又叫会员买股票 为什么不能超买区 这里我警告大家 是高档地区 你没有听进去 同学如果你有做股票 这里是M头 很清楚 这里是80超买区 所以基本上有功夫 就会有财富 好那今天问题来了 我们讲了这么多技术分析 同学们你可以慢慢消化 看一遍看不懂 可以把我的节目重复看 多看几遍 你绝对能够看多 我节目的一个精神 好那我们学了这么多技术分析 最主要目的是为什么 当然就是为了学功夫 那所以我讲过了 我的技术分析资料 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也讲过一件事情 同学如果你要得到我的技术分析 其实很简单 你们只要做两件事情就好 首先我成立了个功夫 其我的Lite 同学 如果你想要得到 这些技术分析资料 而且是每一天的话 你只要做两件事情 扫描这个QR Code 第一件事情先加入好友 扫描QR Code 或者透过Lit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加入我的好朋友 但光加入好朋友还不够 你还要再做第二件事情 要让我看到你 要让我知道你加入我的好朋友 你要传送一个贴图 像早安午安晚安这种贴图 或者是文字讯息 老师好 老师早安 老师午安 老师晚安 让我看到你确认成功加入好友 我才有办法把这些 技术分析的资料送给你 各位你看一下 这个技术分析的资料 重不重要 你可以少赔很多钱 你可以不必赔钱 你可以知道大盘的方向 各位昨天讲在前面 你昨天有听进去的话 来到17,400 各位这昨天讲的话 17,400是不是可以布局多单 什么都清楚吗 这整个事情 我不是话马后炮 我昨天就先讲了 那为什么17,400可以买 理由何在 来到季限的支撑 所以这个就叫做功夫 绝对不是说靠一张嘴巴 在这个台面上唬烂 然后就想要欺骗社会大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日久见人心 路遥之马力 各位同学 所以想要得到我每一天的技术分析 我再讲一遍 加入我的Lite 并且记得打招呼 好 那当然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啊 我真的没那个时间 有工夫 这样要怎么办 没关系 想要赚到钱 还有第二种方式 没有功夫 没关系 有工具一样可以赚钱 就像今天 你说开盘 开在17,466 到底该怎么做 该做多还是该放空 其实不要拆 只要拥有一个好用的工具 你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 那大碳级 大碳级系统 我讲过了 有一个指标 叫闪电指标 这个闪电指标 8.45 它就会帮你判断多空方向 那开盘价 你就可以直接进场 这个就是当中必备的 领先指标 这个指标 我讲多久 我想有看我节目都知道 我们这个系统 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像今天一开盘 来请看一下 今天一开盘 开第168点 请看一下 是空方控盘 还是多方控盘 原来是空方控盘 那空方控盘 开盘价 你就可以直接做空 17,466 好来 使用大碳级 期货系统 今天一开盘 17,466 空单直接进场 今天是空方控盘 那现在问题来 老师你刚刚有讲 开盘可以做空 但是只能够短空 那你的会员怎么知道 说这个17,414附近 要把空单补掉 来 厉害就厉害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系统一开盘 它可以知道 多空方向之外 更重要是 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叫做精算转折的功能 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说你拥有这套工具的话 讲真的 高低点 你其实拆都不用拆 看一下这边 这个转折多空点的转折多点 今天我们的系统算出来 叫做17,424 它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会员 要预挂做多 有没有很厉害 真的就是这么厉害 开盘价只能够短空应对 那短空应对到底要补在哪里 不要猜 17,424就是要预挂做多的点位 既然17,424是要预挂做多的点位 请问一下空单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回补 没错吧 所以来整个看这边的说明 转折多点 你就必须要出掉空单 17,466开盘价放空 来到转折多点给它补掉 是不是拿下84点 这是不是短空 没错吧 这个短空完毕之后 是不是接着在17,424这里做多 那一笔单是不是至少两口大台子 那这个系统 有没有吻合技术分析所说的 有啊 昨天技术分析告诉大家什么 来到了月线的附近 月线的支撑17,424可以布局多单 这掌这说的事情 掌口这3月31号 今天叫4月1号 这个没有办法造假 你可以去看我昨天节目 我一定有告诉你 17,424 如果你想要做多的话 可以逢拉回到月线布局多单 昨天讲在前面 今天马上跌下来 让你减便宜 你怎么会在17,424 那个地方不知道要做多 来亲爱的同学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17,424 如果能做多的话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行情 是不是直接就往上反弹上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情 最后反弹到这个收盘的时候 反弹了几点 反弹150几点 来我们直接看一下 反弹到今天收盘价 反弹到17,524 在这个地方17,524 所以各位同学17,524 给他出掉 来看一下11点半 提醒会员 所有软体的操作点位 一律只操作当中 完全不要流畅 只要没有打到50点的停损 一律收盘价出清 来各位下个礼拜再操作 那今天很简单 先短空再做多 短空下来84点 再做多上去 多少点 260点 亲爱的同学 把这两笔交易加起来 叫几点 344点 是不是跌下来 你也能够短空赚钱 弹上去 你也能够做多赚钱 两段交易 轻松又简单 那需不需要花脑筋 不需要 因为工具都帮你掌握好方向 以及转折点位 那这样的操作的话 你是不是又简单又轻松 好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啊 可是我发现 现在除了日盘的交易 区间非常的热络之外 夜盘的区间的幅度也蛮大的 那如果说 我也想要赚夜盘的行情 把行情变成超标的话 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操作 晚上你有没有在带单 晚上我不带单 因为晚上 我必须要有充分的休息 白天我才能够有精神 来带领会员操作 这个期货的当充 所以晚上我不带单 那不带单 老师那我怎么赚 很简单 用工具来赚 来 我研发了一套大碳级 期货系统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要帮助 所有的同学 不管你是做日盘或夜盘的同学 甚至于不能盯盘的同学 都要能够赚到钱 那老师不能盯盘 就不能看软体 不能看软体 要怎么样来使用软体赚钱 很简单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不能盯盘 所以我们在大碳级期货系统里面增加了声音提醒功能 这个声音提醒功能 非常的棒 因为就算你晚上在睡觉 就算你白天不能盯盘 只要打开这套系统的声音提醒功能 你可以听到声音 再去看训绕做动作 操作起握 根本不需要盯盘 只要有声音提醒功能 你可以听到声音 再看训绕动作就好了 带进带出轻松操作 好 那要怎么做呢 来 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你可以直接跟着箭头来进场 看到箭头向上 就做多 看到箭头向下 就放空 看到停力训绕 就获利了结出场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这套系统真的很强 怎么说它真的很强 它有过滤杂讯的功能 什么叫过滤杂讯的功能 我们就来做个示范 来 昨天的夜盘 同学一起来看一下 昨天的夜盘 第一个交易训绕是做多 来 请拉近 这个地方我写三个字 可不做 老师 为什么这个训绕不要做 你不是说看到箭头向上 要做多吗 那这个训绕为什么可不做 好 整个往后拉 为什么可以不用做 我说过了 这套系统有过滤杂讯的功能 就在 这个是箭头向下 底下 我们看一下 再拉远一点 来 这里箭头向上 这个地方是绿色 我请问各位 这个箭头向上 这个主力控盘趋势 在什么方 在空方 上面是做多 下面是放空 两者不同步 当两者不同步的时候 我曾经有告诉过大家 这个就叫做杂讯 杂讯的话 基本上这一笔交易 你就可以不用做任何的动作 那是不是就可以 减少你的错误率 那等到这个训绕出现 叫放空的时候 要不要做 一定要做 因为底下 主力控盘趋势 是什么颜色 是绿色 所以我们这套系统 现在又更强 不是说现在 以前就很强 他一直以来 都有这个主力控盘趋势 帮我们的会员过滤 不必要进场的杂讯 像这个做多训绕 我写可不做 就是一个杂讯 这个训绕不要做 跳过去之后 接着这个放空训绕要做 做完之后 你说你去睡觉了 没有关系 这个训绕出现的时候 他会出现叫声 会告诉你 应该要把空单补掉 空单补掉之后 一口空单 你就赚91点 也就是说 昨天就算你在睡觉 你只要把这套系统的声音打开 把声音的系统这个打开之后 就算你在睡觉 来到这个地方出现了 停力训绕之后 你的系统自然会发出叫声 如果你在这里布局空单的话 来到这里跌下来 你的系统出现叫声了 你会很高兴 你就算睡梦中被吵醒 你都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你赚钱了 因为你在睡觉 你听到这个训绕声 哎呦 看起来 系统叫我通知 我停力了 很高兴 这个会员告诉我的 他说他在睡觉的时候 就是特别希望 这个有训绕声来吵醒他 因为只要有训绕声来吵醒他 就代表他赚钱了 所以这是一个喜讯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同学们 你们也可以把它带回家 可以把它带回家 那当然我也讲过 今天跌下来之后 我讲过了 很多同学其实资金蛮大的 有很多同学手楼上 操作股票的资金 是几百万 几千万几亿 我说了 我是这个网路财经台里面 基本上 你看来看去 大多数的这个老师 都是在分析股票 我大概是这个 网路财经台里面 唯一一位 在讲期货的一个操作 那我的期货操作 是全方位的 有当冲 有没有波段 有很多人不喜欢冲来冲去 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 结帅的操盘式 我讲过了 这是专人电话通知 清贷会员 你只要有300万以上 我们会带你做大波段 台子期 还有选择权的大波段操作 你想了解 可以拨打 0800 370 888 那在这个昨天 3月31号 我是不是有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布局了 这个所谓的波段空单 17731 今天有没有出 没有出 请拉近 今天跌80点 我们继续赚钱 虽然它后面反弹上去 但是目前我们的空单续报 如果夜盘有什么变化的话 我们会再做策略的调整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除了这个期货会做波段单之外 选择权我们也会做波段单 这个叫17600的卖权 各位同学 昨天3月31 我们17600的卖权 在64年买进一笔 全部穿价成交 今天 有没有飙到200点 翻了三倍 三倍 64翻三倍 来到201点 创新高 那这笔单 我们一样流仓 下个礼拜 放完价之后 就直接来拼结算了 那当然夜盘 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 我们一样会有专人来通知 待进待出 所以亲爱的同学 我再讲一遍 如果说你手楼上有资金 你真的很希望来操作波段单的话 我讲过了 这个优惠 你一定要把握 叫清代会员199 老师太便宜了吧 只要199 不但便宜 而且只要你参加一个月 我就会再赠送你一整年 只要你参加一个月 我就会再加证你一整年 这太划算了吧 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 我们这里有一支电话 欢迎你拨打 0800370888 0800370888 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 连续假期 我要再播放第二个好消息 来 真正听 这个第二个好消息 针对当中的这个同学们 你们才有的这个好康消息 有真正听 来注意天下开戏 我们就要推出一个限时抢购 为什么要推出一个限时抢购 因为接下来放四天假 你们随时看到我的网路节目 赶快把电话拿起来播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有时间限制 叫限时抢购399 我们的三大当充商品 包含大碳级期货系统 台子期的当充讯息 选择权的当充讯息 三个商品 现在推出1加1 等于399 1加1等于399 但是因为时代太优惠了 这个活动 我们只推到4月6号 连续假期结束之后的4月6号 你再听一遍 连续假期结束之后 4月6号下午5点结案 那各位这个叫限时抢购 我给各位保证一件事情 这个限时抢购 只到4月6号 4月6号5点过就结束了 从此以后不再有1加1等于399 这个活动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这个活动内容的专案的话 一样拨打这个 0800 370 888 直接赶快来抢购399 如果你想要参加 清代会员199的话 只要参加一个月 再加征一整年 不管哪一个优惠活动 都非常的好康 欢迎拨打 0800 370 888 直接来电咨询 那同学 如果你想要取得 我们免费技术分析资料 我再讲一遍 我们成立了一个 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同学如果想要取得 我们技术分析资料 一定要做两件事情 首先扫描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 小老鼠A957 第一件事情 先加入杰帅的好朋友 加入杰帅好朋友之后 记得一定要传个贴图 早安 午安 晚安 或者是传个文字讯息 老师好 老师早安 老师午安 老师晚安 都没关系 让杰帅确认你加入好朋友之后 我就把我每一天的 大盘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免费的赠送给你 你只要传一次讯息 就算你只传一次 以后不再传 我们都会天天的 免费赠送给你 那由于节目谁关系 祝福全国的同学们 操作顺利 假期愉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才是王道 每周一至周五 下午两点半 准时收看 五期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直播节目 公司期货 有期货大师 杰帅教您硬笔字 真工作